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,高雄区农业改良厂研发的火鹤新品种高雄三号红林,经由高雄市内蒙区花卉产销第五班取得贩售及生产授权后,消费者很快就能在花卉市场上购买到这种台湾自行育成的火鹤切花。 高雄区农业改良厂指出,高屏地区由于气候条件适宜,是热带花卉的研究重振于主要产区,其中火鹤花是极具外销潜力的种类,该厂今年推出切花用火鹤新品种高雄三号红林,为玉金香花芹,花色为淘洗的红色洗,在花艺设计上的利用性极高。 高雄区农业改良厂表示,高雄三号红林经公告评种非专属授权案后,受到高雄市内蒙区花卉产销第五班青赖率先于10月18日签署授权起约,未来种苗量产推广后,渴望大幅降低种苗成本,有力拓展国内及国际外销市场。